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老师是谁 他们是媒体评论人余波红 余老师 欢迎余老师 情感导师韩飞老师 欢迎韩飞老师 情感导师著名节目主持人 严品红老师 欢迎严老师 情感导师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 许伟老师 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四位老师的人生智慧 了解一下今天第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当初不顾父母的反对和他在一起 就是图他对我好 我只想和他有一个安稳的家 我对他百般信任 结果呢 他瞒着我给他两个女儿一百多万 这就算了 都离了婚的前妻 还给了一百多万 我看他就没把我们这个家当家 既然他不顾我们这个家 我就带着儿子走了 我们俩俩过算了 他现在朝着带着儿子走 什么意思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我对他很好 平时他要什么我都给 那前妻有了爸妈妈怎么呢 我们家有这能力 大巴手 毕竟是我里儿的妈妈 我做人都是 本来那么无情无义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马先生60岁 来自南京个体 有请马先生 袁女士50岁 来自南京个体 有请袁女士 有请 这在一起有多少年了两位 20年不到一点 事就多一点 都19年了 当时他开了一个清八 当时条件也不错 他是我老板 我呢是主管 他觉得我人挺好 比较慈善吧 就比较和蔼的那种 对所有客人都很和蔼 同事关系也不错 他对我很好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他跟我讲的时候 他是离婚的 前面有两任妻子 还有两位两个孩子 我家里面觉得 你这皇怀闺女 干嘛要嫁一个这样的人 就不同意我的婚姻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没问题的嘛 我是把这个事没当那么回事 但是这当中我现在就是很后悔了 怎么后悔了呢 就在去年吧 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我听到他打电话 给他前妻 讲什么装潢费要二十万 我听到都很纳闷啊 什么装潢费二十万啊 我心里面说 你也没给过我什么装潢费 二十万之类的话 怎么还前妻还二十万啊 我就是平时跟你要钱 你听我挺不错 我要个比如说五万啦 六万啦 你给 你从来也没开口过 二十万这么大的数字啊 这数字对我来讲 我听到很差异啊 震惊啊 然后就问他 他叫我别管 他说你别管 这个事情跟你没关系 我很生气啊 我怎么没关系呢 我跟他有个儿子啊 十九岁了 面临的就是后面要用钱啊 这钱莫名其妙就出去了 我心里面肯定浪漫啊 虽然你是老板 没错 你以前是老板 但是这个钱 是给第二人的 第二人的 他的爸爸妈妈家的 这个房子要装修 你没跟我商量 你就给钱 你也没告诉我 家底是多少 我要跟你商量 这些事情的话 你听到 你给他以后 你会 第一你会心疼的 第二你肯定会生气的 我肯定生气啊 你想想 我必须要你讲 懂啊 这就不谈了 然后完了以后 我心里面就想 你能莫名其妙 给二十万 那肯定之前 说不定什么时候 还给过什么钱 他有个柜子 我看他有时候 偷偷摸摸地拿着钥匙 藏在一个地方 我呢也是留了个心 看他藏在哪儿的 因为我这个人呢 以前是大大咧咧的 自从出了他这事以后 我就没能 留了个心眼 我就留心眼了 然后我就去翻到那个钥匙 然后又翻出来一个汇款单 八十万 我就很生气了 就拿着这八十万又问他 我说这八十万怎么回事 第二人嘛 他要那个爸爸妈妈妈 当时在成都买房子 钱不够 他们家把这个老房子卖的了 然后再给他八十万 这一百八十万 他能在成都买个 这么等的房子 他说我要二里二 也讲话了 爸爸支援吧 我肯定要同意啊 你看这就莫名其妙 一百万就出去了 我就在门在鼓里的情况下 一百万没了 我儿子的脚老 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而且我平时跟他呢 有时候我讲实在话 他对我还不错 有时候孩子去补个洗呀 我有时候会跟他讲 我说孩子补洗 需要个两万 三万 他也给 只是有点会啰嗦 有时候会讲 这个钱花得不值得 我本身 我本身来讲 你需要多少钱 我都会给你的 对不对 我问一句啊 您在到底做什么买卖呀 我当然就是 在二十六岁时 一直都开酒吧 现在做什么呀 还开酒吧吗 现在酒吧两年前 我把我的房子 租给人家开了 因为呢这个 我开始操作 别的生意了 生意做得不错 是吧 生意做得很好 但是呢 我花钱呢 它有点不抖 这个在我的思想中 钱要把它花出去 我才能有动力 再继续苦钱 我不花钱 您是否觉得 对俩闺女 其实心里挺亏欠的 您这是在拿钱赎罪呢吧 对两个女儿来讲吧 我还是给钱 也给哈 每个月都给吗 还是他们有大挑费 大事 大事也是个 什么是大事 您给了多少啊 赫莱也给她知道了 当时我们也跟她 当时给钱 我们也给她汇报 她也一直在 剩我一个气 跟她天天闹 大女儿结婚的时候 我给五十八万 这个二女儿结婚 我给五十八万 两个人都要平级平纵 还有大女儿和二女儿 在出国之前读书 在上海 够上个月的语言官 我带她送到国外去读书 这个钱都是我的钱 我当时真的很生气 她就背着我 你看两百多万出去了 我平时孩子去补个席 跟她要钱 她还要祖父 那个不必要花的钱 就不要花了 也许她给儿子留得更多 您也想多了 她没告诉过我 一分钱都没告诉过我 为什么不告诉妻子 你们的财产有多少啊 她说我的意思呢 给她扫房的神 告诉她 南京话就是讲 告诉她也没有用 因为她在这个经济方面呢 她没有什么方向 我认为房 我是把儿子的什么东西 我全部准备好了 全都准备好了 我现在有什么东西 房子 钱 全部准备好了 她的呢 她的嘛 也 跟儿子在一起 我们连上个人 还是属于一家人的 同样的 如此 这个 我们去年 就是按仗 是在九月份 十月份就搭仗了 她就离家出手 把儿子 也把她带跑的 我当然要带走了 你把我放在什么地位啊 我现在不带走 我的儿子 我有什么 来跟你在要求什么 你在这点处理 有点过火 怎么过火了 你想想 你是怎么对待我的 你这个钱上面 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 你做生意 我承认你是老板 你有本事 刚才我们的感情还是有的 我们也就是打工的 但是你也不能不尊重我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夫妻 你应该尊重我 你应该跟我协商一下 告诉我 我们有多什么 家底的多少 我多少钱准备给大女儿补偿 二女儿补偿 我觉得可以的情况 我也不是不同意的 我这个人 我觉得我还是挺好说话的 我怕你也知道这些事情 也要胡思乐观想 平常有人吵架着 什么耳断四连都是 你本来就耳断四连 耳断四连 你想想看 你大女儿也好 二女儿也好 你都没少给 平时还要买点什么保健品送的去 我都不 保健品我都没跟你计较了 对不对 你说还给他什么父母买点 我是一点地位都没有 我现在就是觉得 他最起码要尊重我 你心里有他吗 肯定有呀 那你得尊重人家呀 就是为这个 你还是不放心他是吧 肯定发明 他整理到 极体造成 不是 你是不是还是不放心他 肯定放心 那你跟他交个点吗 回去 我不想给他知道 知道以后 他让你把他胡思乱想 对不对 算了我就不给他知道 那你不给他知道 他不是更胡思乱想吗 所以说呢 我就现在呢 我呢 也跟他讲了 还是早点回来 我们把这个问题 把它解决好 解决好一个 我们呢还是好好地生活 离家出走了是吧 我不离家不行啊 到现在他也没交底啊 他也没跟我说 你留给孩子多少 留给我多少 孩子读书什么 都是我管得多 他都在外面做生意 我就像个乞讨者一样的 每次都给你要点钱 要点钱 对不对 三万五万十万 不是 只要要 你什么时候给过我十万的 你们要 我没要是你从来都是 每次给你要钱 你就说你省着点啊 你不要乱花 你总是讲这样的话 你们在一起生活 生活费怎么办啊 谁出啊 生活费 我一般都会跟他要 一个月 给我个五千 还是六千 因为我们南京五千块钱 我带着孩子 普通吃饭啊 什么都基本上够了 他不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他有时候不回来 他在外面开清巴 经常都在外面 因为我这个很忙 他很忙的 有时候也见不到他 我基本上都 我一个人带着孩子 有我的办公室 有我的卧室 我可以吃了 我就可以在卧室里面睡觉了 他也不怎么着家 今天晚上很晚才回来 都跟孩子聚的也很少的 孩子基本上都是我 我长着孩子 我说什么孩子 就基本上听着妈的 就是这样的 儿子整个的成长好吗 还好 我基本上就是 给他还是正面引导 其实怎么说呢 不管怎么说呢 他在外面呢 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就是他爸爸在外面 我还是 因为他基本上 以工作为主吧 我有时候因为 也是跟我同事 关系不错 都给我透露他一些行为 那问题的关键就是 孩子呢 确实在父外上面 他还不完全够 因为他最多就是给钱 就是跟他聚在一起 确实少 不然我也带不走 我讲实在话 他知道他爸爸还不错 在外面挣钱给他用 对 但是他不会有太大的概念 就是觉得家庭的温暖 比如说我们一起在一起 去旅游一下 或者在一起 朋友聚餐一下 我们这种基本上没有 因为我父母那儿也不接受我 我家里面亲戚 基本上都断掉这种关系 他那边家里面亲戚 我们也是基本上 都不怎么聚 就难得 他工作忙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忙工作 他就在挣钱 他就是个机器 现在这儿子一走是害怕了对吧 对 你怕什么呢 说心里话呢 儿子呢也小 对不对 十九了 也小 十九了吧 对啊 十九了可不小了 大人孩了 现在在养子读大学 当时给他带了 我让他也放心 当时他没有父爱了 当时他没有父爱了 所以说我有一日打电话给儿子 我说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我说崔妈妈还是早得回来了 你现在等于是在扬州陪读还是怎么 你所谓的带他离家出走 是怎么个意思 是这样的 孩子呢 后来就是在扬州上那个厨师学校 我就靠在那个学校附近 就租了个房子 怎么归那儿送出去留学 儿子再上厨师学校啊 我 我知道 孩子学习成绩不太好 他自己喜欢这个 这就特别好 这个他倒是满满意的 然后呢 因为我们一直是带着他的 所以我就正好他爸爸 他知道他老爸其实还挺有钱的嘛 他有点数 但是呢 他因为很隐瞒我们这个事 不然都不闹出这事来了 他隐瞒他的那些什么事 他只是觉得家里面反正够你们用的 你们要钱 我这儿反正 我跟他们财富讲一下 反正到时候你真的缺了 他讲大钱 你知道真的缺大钱 孩子比如说生个大病啊 你都不要烦神 我心里面想嘛 这个东西生病也花不了多少钱 最多不超过二三十万 我想嘛 家底最多一百万不得了了 我也不会想到他会 呼噜就送出去一百万 所以后来又搞出了两个五十八万 这么跟您说几句吧 你先生其实脑子里面 已经都规划好了 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他把所有事情都规划好了 所谓精明的商人 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胡来的 所以他对孩子其实是有规划的 你要相信他 他不告诉你这些钱 他是害怕他的儿子 因为知道有很多钱 或者知道了底之后 他的儿子会变 说得对吧 对对 所以咱把儿子这件事就扔在一边了 回归到本质上 如果您把他认定为是您的妻子的话 您最好啊 跟他交点底 好不好 好 对 这个不要在节目上交点 这么隐私的事 回家交点去 至于您就听听老师们的一些建议啊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温卷 老哥 离得婚的男人 不在于前妻有情感和经济上的往来 这是对再婚妻子最起码的尊重 你看 前妻的父母要买房子 一个电话 你给八十万 前妻要装修房子 一个电话 你给二十万 你还真称得上是中国好前夫 那么对你来说 一切都是教训 他所有的钱 都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他这么偷偷摸摸给前妻的钱 你不但有资金权 你还有所有权 你现在建筑偏锋 就是拿着儿子当筹码 对孩子公平吗 我希望你们不要影响孩子 不要把孩子来当筹码 其他我无话可说 韩老师 看似是拿着孩子的事情 儿子的事情 然后当筹码 跟钱有关系 说给前面的女儿们 跟前妻等等 一系列的钱的问题 实际上你是在争夺儿子的 这个所有权 你把孩子当成一个东西了 您呢生了一个东西 觉得我特自豪 我继承了 我的生命得到延续了 我们家有儿子了 这边直接把儿子 当做一个筹码 我以前没把他当筹码 就是因为后来 发生他这事以后 我实在生气 你是向着幸福的方向 在奔跑吗 带着这个家庭 还是按照自己内心的 满足自己内心 个人欲望的那条路 在奔跑 如果个人欲望就是深渊 如果真真正正 把孩子把对方 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 公民先来看 独立的人格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才是像一个 最基本的健康家庭的方向发展 谢谢凯老师 来 严老师 我觉得你来其实挺好的 你们两口子来挺好的 我相信可能在 我们不熟知的某些领域 还有你们这样的存在 我觉得真是给这些妇女 敲个警钟 有些妇女就是这样的 真的是愚昧的 好像我给一个男人 所谓的有些钱的男人 生了个儿子 我就此生衣食无忧 我也没有大的贪心 只要这个男人供我母子 一生保暖就行了 就这么糊里糊涂地 牵着儿子过下半生吗 能不能觉醒一下 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权利 什么是自己的义务 什么是自己的责任 我觉得你都不清楚 直到有一天发现 那个什么转账记录 你才发现 哎呀 原来他有这么多钱 我一点都不知晓 我就两万三万的要 要得还挺开心的 这位先生 我真是没有见过 你这样不尊重女性的人 你如果再这样的 不尊重女性 不尊重眼前人 我真怕你以后 孤独中老 他带着儿子走了 你还有什么 所以行行吧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谢谢严老师 齐总 老先生问你个问题 这三个女人 你有爱过哪个吗 从母亲来讲 肯定是 我现在的老 没有 你没有爱过他们任何一个人 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你有爱过谁吗 没有 你的内心是非常孤独寂寞的 你要真正爱你的孩子们 你得给陪伴 对不对 你要如果真正爱这些女人们 或者曾经爱过 你得掏心窝子吧 跟他们说心里话吧 有过吗 没有 你有相信过任何人吗 或者说 你有知道爱的滋味吗 没有 所以你今天也很可气 同事也很可怜啊 因为您六十郎当了 有过三次婚姻了 但是你根本就没有体会到爱 你手里仅仅赚的是钱 你衡量他们也是用钱来衡量 你对他们所谓的爱 也是用钱来表达的 你以为你给出去了二十万 八十万 五十八万 他们就能真正地爱你 不能 当他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婚姻 自己的感情 尤其是越成长 越能接触到真正的爱的时候 他们会恨你 他们会远离你 你会很寂寞 儿子你一定也是不了解的 因为你跟他相处时间就少 你生怕告诉他我有钱了 他会有其他想法 你以为你那点钱算什么呀 你以为你那知道的这点钱 就会变得不正业了吗 你把钱看得探重 你以为你所有的成就 都来自于全世界 你知道你的生意做得不错 所以说你在生意场上是 如鱼得水 但你生意做得太好 悲哀的是你的日子过得太差 身边有没有一个真正 你信得过的人 身边有没有真正 你觉得是爱的人 或者说有没有人真正地爱你 都没有 你太可怜了 现在也许还不太晚 如果真真正正 能爱好这个眼前人 亡羊补牢啊 可能还有点机会 在你有生之年 你能够知道爱的滋味 否则你是白过了一生 白活了 女生也一样 如果你爱这个男人的话 你会在有他那个钱吗 其实你不太在乎他 否则你十几年 二十年 你才知道 原来有这么多人 他有这么多的钱 是的 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权利 如果说这个人不爱你的话 你又不是为他钱 你有了孩子 你可以独立地生活 走你的呀 因为你是主管的 他公司打工 对不对 那他要付工资嘛 或者你有这个技能 你可以出去去 某一份生活 我觉得你跟儿子一样 过得会很好 因为你不靠他 是不是 我现在就不靠他了 对啊 我现在就自己谋职了 对啊 离开他 你看看他会怎么样 是的 他只有怕了 他只有知道自己错了 他才真正地改 真正地去爱上一个人 就这儿 谢谢 谢谢四位老师 我心相信今天大哥 会有很多的感触的 因为今天你们的事业 应该会更大 夫妻之间坦诚相见 好好地聊一次 指望儿子给您养老送终啊 别指望我 以后您在踏前能够帮您的 我看还是这位女士 您现在的妻子 您心理上的妻子 因为说来说去 我看在这个世界上 对您是真有感情的 就是她 您别再把这点真情 给人磨没了 你们好好地交一次心吧 时间很短 只有一分钟 说出自己的核心诉求 要什么说清楚 愿意给 出来 不愿意给 就在门后走开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那个小梅啊 我们呢 这次通过这个电台调解 这些矛盾呢 我们呢 心里面都知道了 以后我的这个家里面 要用钱啊 用大钱啊 我要跟你商量 等回去以后 把家里面送过的钱 我全部都告诉你一下 哎呀我带儿子 最近一个大事 我没告诉你一点 我带儿子 预买了一套大房子 我还是希望 你把身体搞得好 知道啊 然后呢我说实在话 你年龄也大了 你也不能老做机器 家庭温暖还是要有的 多跟孩子在一起 好的 我们像一家人一样的 不要把我们排斥在外面 好的 行了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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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我是还真指望他们 能全部出来啊 你看 好 那没问题吧 来来来来 这边那边 谢谢 来来来 请亮灯 有请我们的小花族 有请 我们一个回到家 还是好好地给我 好 你放心 这个 我永远会爱你的 来来来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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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以为她现在对我和女儿好 是为了弥补我们 想重新回到这个家 开始我还觉得她是改过自新了 可没想到 是为了骗我生二胎 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好 又没人给我们带 我是承受不住的 我现在只想和她和女儿好好的过日子 有个安稳的家 以前我是不懂事 离婚后我也很后悔 现在我尽我所能 弥补她和女儿 年前我和她说生二胎的事 她也同意了 女儿也没反对 怎么回了一趟娘家 过了年就全变了 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掌声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李先生42岁 来自南京司机 有请李先生 有请 黄女士35岁 来自南京个体 有请黄女士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好好好 这位是 前夫 前夫 这位是 他说前夫 那我只能说前妻了 什么叫只能说 那在你心里是什么 还乐你看看 他在我心里一直是老婆 一直是老婆 一直是老婆 应该有孩子吧 有 刘大呀 十二岁 十二岁 结婚多少年 离得婚呢 结婚十三年 一五年离得婚 有五年了 离了五年了 就是结婚第八年的时候 离得婚是吧 这个这个 那今天来这儿是为了复婚 还是为了什么呀 干吗呀 本来我们是想年后 选个好日子 2020年 二月几号 准备去复婚的办理 准备复婚 疫情影响 我们就往后延迟了 然后呢 就是在家嘛 他又跟我说 要生二孩这个事情 这件也是大事 所以跟父母经商不同意 后来就落得很不愉快 哎 生二孩为什么要跟父母协商呢 对啊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 他会要跟父母说 生二孩要具备很多条件 不是你说生就要生的 这个当初为什么离婚呢 当时应该也是怪我 因为那个时候年轻嘛 我那时候工作呢 也是刚刚开始稳定 因为我是一位专制司机 在给老板开车 那时候给老板开车呢 精神也是比较紧张 每天只过着工作 那时候可能 对家庭照顾的可能会少一点 所以说有时候回去晚的话 他就跟我抱怨跟我吵 你要平时工作忙 烦的时候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回家他再跟我吵架的话 那也就是我也跟他吵了两次 他就跟我提离婚 那个时候年轻气盛 我说你看如果能过就可不能过 那就离了算了吧 当时也是句气话 夫妻离婚 那这个离一五年期间 两个人是一个什么生活状态呢 是离婚不离家呀 还是离了婚也离了家 我们离婚了也离家了 后来我把他点出去了 他呢他老家是四红的 他家农村的嘛窮一点 他家兄弟五个 他是老小 他母亲三岁的时候就不在了 他父亲一个人 把他们兄弟五个姐妹拉扯大 挺不容易的 等到他结婚的时候 他连一片蹭瓦都没有 您是哪人啊 我南京人 就是南京人啊 对啊 然后我们自谈的恋爱 在南京工作时候认识的 谈了两年 后来呢我就说他人 农村人挺普实的 也挺能挣钱的对吧 也挺好的 我心想嘛 找一个这样的人 过日子会比较稳妥一点 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对吧 对 后来呢我说你家没房子 那就我们家有嘛 就我妈就是给我一套 腾出来一套房子 给我们结婚用 什么酒席也是我们家操办的 他家条件不好 然后呢就兄弟姐妹 七大姑八大姨凑凑凑 凑个两万块钱 补充家里买点家具 家电什么的 也就用掉了 他结这个婚 你说还讨巧 就两万块钱 就把我搞定了 这个夫妻 这个夫妻说讨巧不讨巧 好好好 你说你以后日子嘛 我们家人指望说 你以后日子过得好了 以后我们什么都是你们的 对不对 对对对 你要这么一说呀 我豁然开朗 为什么没付 要提复婚生二娃 要跟自己的父母说 是这么个情况 你有点像倒插门是吧 这有点像倒插门 有点像 那女儿谁带呢 跟谁过呢 跟我 这五年期间还有来往吗 夫妻之间 就是给生活费的时候 联系一下 平常基本上很少联系 各自忙各自的呀 他怎么就想着复婚了呢 小孩那次是搞学校庆典 老师要求父母双方都要到场 我就没办法 我就硬着头皮 你知道一喊他父亲来 我就头皮发麻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我从来不求人 所以没办法 他小孩子闹 说这样子难看 说老师万一知道说家庭不和谐 对我的 对小孩的这个环境 读书也有影响 所以呢 我就说那好吧 我就把他也喊来了 喊来 我们一起去参加小孩子的 这个学校庆典活动 活动结束了以后呢 就孩子挺高兴的 就拉着爸爸 说我们一块找个饭店吃饭了 吃完饭了以后 又开车送我们回去 然后又在家里面 给我们孩子 湿道湿道 弄弄搞搞 这孩子呢 就偷偷地跟我说 妈妈 他说能不能让爸爸 今天晚上不走了 我的天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我很火啊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 没错 然后他就讲 妈妈我跟你讲 让爸爸睡我的小房间 姑娘是怎么不过去 我跟你睡 我说这样子不行 他讲 妈妈这样有什么不行的呢 没事 反正我们都是一家人 虽然你们不在一块儿过咯 对 但血缘关系还是在的呀 对吧 后来我就 哎呦 看他孩子挺高兴的 我也不能扫他的信 后来呢 我说那好吧 就一次哦 他说好好好 然后欢欢开开心心的 跳到外面 跟他爸爸讲 爸爸你今天可以不走吗 爸爸说 好呀好呀 高兴得屁起积掉 我跟你讲 就不走了 就呈在这个地方了 那我怎么办呢 小孩我也说不过他小儿嘛 我只有准求他的意思啊 好的 就这样子 然后就 一来二去的 经常帮我 接送小孩很主动 回来把我搞个 家屋拖个地 洗个碗什么的 他主动地烧个菜 他表现一下子 什么叫表现一下子 一开始不都是我做家务做饭的东西吗 你怎么还翘尾巴呢 因为我就喜欢照顾家庭做饭 喜欢照顾家庭 咱还离婚了呢 这是他跟我生气的嘛 他为啥跟你生气呢 就是那时候 就是有时候老加班干嘛的回去 加班干嘛去了呀 加班因为那时候在 你说给 他加班是喝酒去的 他俩是加班啊 他捡着虎子人 他虎子到铁上来了 你看到了 加班干嘛去了呀 那时候就是给老板开车 老板开车呢 他有就是一些工程上面的事情 像我上班的话 就是早上有点 晚上下班就不知道 你是陪老板一起喝去了 还是给老板开车去了 就不知道什么时间了 问你呢 有时候老板推不开 就是老板喝 老板能推开的话 就我喝 你就陪老板应酬呗 是这意思吧 是这样 那你就说实话 他天天应酬 我给你讲一个星期 最起码四天不来家 我跟你讲 懂了懂了懂了 那等于就这样一来二去 在女儿的这个关系之下 或者叫面子之下 嗯 这个曾经离异的夫妻 又开始尝试看 能不能在一起生活了 对 因为这三年当中 我也试图努力地 在寻找过 你倒是坦诚 对啊 这个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就是很开放的 对不对啊 合适就大伙过日子 对啊 我与其跟别人磨合 大伙过日子 还要重新来 浪费时间 浪费感情 那不如就这样子 明白明白 就原厂的拉回来 休不休不得了 是吧 我说你要是该好了嘛 我就原谅你 还得 再一起过日子 再组成一个完整的价 给孩子一个好的交代 没得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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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问您啊 你离婚之后你闲着了吗 这个我没找过 别人要给我介绍过 我也没看过 本来我们离婚 也不是说感情破裂离婚 但是我们是赌气离婚 但是我心里面 还是一直爱着她 爱着女儿 就是你的意思 守神如玉守了三年 多难是这意思吧 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上班有点 下班没点嘛 就是说我一般正常 每天都上班 星期六星期天 有时候也不闲着 就是说周一到周五的话 就是正常给老板开车 去谈谈客户干嘛的 有时候星期六星期天的话 老板娘她也是带着她一家人 有时候出去 到郊边游玩的时候 也是我开车 后来有一天 这个老板娘就问我了 说你这个每天上班 时间这么长 周六周日又不休息 说你不要陪陪家人嘛 我那天一下就说漏嘴了 我就跟老板娘说 我说我现在就是说 担心 分开了 后来老板娘也就 觉得我人还可以吧 她就后来就 好像给我打听了这方面 她问我有没有心思再找 我说我 我本来是 已经有老婆了 也有孩子了 我说我现在也不想找这些事 所以我就一直 没有谈到这些事 老板对你也不错啊 很多人上班 刚开始上两位的时候 就干不下去了 我就是干半年的 他有一天 单独老板请我吃的饭 像朋友兄弟一样聊天那样的 老板主要看他人老实 然后呢 平常一些小事呢 都指望他去给他打理掉的 对 为什么理解他 一喊他 他就去了 他从来不推脱 我说 对 我们跟小孩出去玩玩去 周末了还对啊 老板一个电话来了 我去加班了 高兴的走着了 把我们俩往那里丢 有时候我们光上场 买东西买的好好的 他接个电话 哎呀 我妈要走了 我就不送你们回去了 就把我们俩拉在了 所以大概 我也想陪着你一个女儿 周末坐肉去逛逛 去吃吃饭 一家人不是挺好的吗 但是老板她打电话来 那人家为什么要 嫁我公司呢 对不对 其实现在就是她的职业性质 她的名称叫司机 其实我们在职场 都知道她现在 到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陪酒员 家政服务员 保安 党头和司机 老板最相信的亲信吗 这几个月在家带着 他跟我讲 要生二孩 跟我讲的生二孩 好多好处 其实当时我已经心动了 我已经心动了 但是我又和你俩可 在家呆着闲着没事 你要生娃呀 你真是还洗脑 你知道吧 我都心动了 我都心动了 但是你说 再生一个小孩 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 都是要去考虑很周到的 还知道了 不是你今天说 明天就能那个点 还知道了 闺女想要吗 这个事情 我就单独跟闺女聊过了 我说你看你身边 好多小朋友 家里边都有什么 弟弟妹妹的 我说你想不想有一个 闺女多大呀 十二岁 十二岁 大了点 后来我跟女儿这样说 女儿说 那也好 不管有个弟弟妹妹 也可以 也可以 回到晚上就长大 也多个亲人 我还有问题要问 苏北地区确实经济 不如苏南地区 那么发达 家里那些亲戚什么的 你们走动得好吗 走动也走动 我们分年过节会回家 就是平常呢 你看哦 他三个家的时候盖房子 你说你没钱 就不要盖三层楼 两层楼 你盖三层楼 你盖个平房算了 对不对啊 我的错 跑过来借钱 自己家兄弟还得 你说你不给他一点 不接他一点 你自己过不去这个面子 我们也是城里面人 这面子拿不下的 你说五万不得嘛 弄个三万 那次弄三万对不对 借条还在这个地方 对吧 你搭个家小孩 结婚的时候 你说 你说弄了一万块钱不 是不是 每家都两个呀 一儿一旅 他们那边都是这样子 一儿一旅 搭结家的小孩 去年过来了 是不是找的 银行的工作 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 带他找的 不花钱啊 这些东西 是的 我再说 你知道他为什么 跟老板那么死心塌地吗 为人忠诚 踏实肯定 为什么他跟你逛着 接老板娘 或者老板打个电话来 用你的话说 他就走了 为什么 他敬业 我有一个词你要记住 世卫知己者死 老板尊重他 老板没把他当乡下人看 这也是 老板把他当自己的兄弟看 至少老板表现的是这样 老板单独请他吃一顿饭 对他来说 那是别人看得起我 你从嫁给他开始 你看得起过他 你告诉我 咱就别说这婚付不付 孩子生不生 你现在看得起他吗 你可别说 我再跟其他人磨合 我不如把原厂的找回来 修不修不就凑合了 说真话 我们家人没看起过 你看得起吗 一直没看起过 我就在纠正他们 说明我还是有点看得起 我还是有点看得起 因为我们要过日子 因为我们要过日子的路 还很长 好 好 好 我要搬我父母 所以现在问题就出来了 复婚对吧 住哪儿 现在我们如果复婚的话 自己首付也可以买房 攒了不少钱啊 老板知道我离婚的时候 他第二年就给我加工资 一直加到现在 每年给我的一些红包 也都还可以 所以这个我又没跟他说 我要跟他说的话 我又不知道他家里面 会买多少包包 你说的这个首付买房 是指在南京买的 在南京可以 出了什么马群啊 出了浦口那边了吗 还是都在这里头 这范围内啊 出了市中心的话都可以 这就厉害了 南京房价现在很高的呀 可以啊 这个我没敢跟他认为 别说了 别说了 搬出去 生一个 养得了吗 大小姐 养不了啊 就是为了养不了 这个发愁啊 我跟你讲 家里人不同意 不不不 首先没人 现在不需要家里人了 可以买房了 腰杆硬了 你知道南京房价很贵 我知道 他只能付三成 两成的首付 对不对 再还嘛 这还要贷款 还要借银行的钱 这压力大如三 我是不能欠人家钱 这个日子没办法过 这个我都考虑过 小孩以后还要上学 行 别吵了 最后这个我们 考虑不到自己的东西 你考虑过以后吗 怎么可能考虑不到 最后孩以后 不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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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不吵 来 要老婆 要儿子 挑一个 要老婆 要儿子 那儿子还不知道在哪儿 肯定是要老婆 肯定是要老婆 算你脑子清楚 算你脑子清楚 你这问题可就难了 特别特别难 要爹妈还是要老公啊 我 从小比较听我们家父母的话 要爹妈还是要老公啊 我当然要爹妈了 这就是 这老公可以慢慢走 对不对 男朋友可以慢慢走 这妈爹只有一个 对不对 你怎么能让我 要妈 要不要妈 要老公 再找老公 所以 你看 弄不了分开过到现在 你们没找到合适的 没有 你不照样过了 现在吗 我刚才问你那个问题 不是说你们婚后 不照顾你的父母了 我刚才那个问题 我就想知道 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父母到底 起多大的作用 这是 这个用来是判断 你们在生二娃的时候 父母的意见 到底占多大 现在我知道了 答案确实要到了 您别起急 还有您 你弄清楚那个问题就行了 老婆是根本 没老婆就没儿子 是不是 是的 所以先得让老婆气顺了 你招什么急嘛 人家都动心了 自己一着急 把事办坏了吧 你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男士我非常认真地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前妻 她坚决不同意要二胎 你还会考虑复婚吗 复还是不复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 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答案了 能回答吗 很重要 她坚决不考虑要二胎的话 我也还是跟她复婚 这个我心就放下了 真的复婚归复婚 要二胎归要二胎 要二胎它不能成为复婚的一个重要原因 和重要条件 从男人的角度和你说 你超自过急了 同时也要尊重 你前妻的选择 再说了 她今天极力反对要二胎 她并不代表说明天 依然是反对要二胎 这需要你不断地努力 让她感受到 你对她那一种 重来的爱 因为复婚就是幸福的重来 爱的重来 你把这一个彰显足了 我想有些问题 你懂得我也不说了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郭鸿老师 来 韩老师 好 大哥你这些算盘打得也够精的 两边都在打算盘 女方是明算盘打 要二胎嘛 这个我爸妈不同意 你这个钱怎么来啊 养孩子很贵的啊 我的生活不能得到保证啊 对不对 你将来我们要再 要更大的房子 你也买不起啊 这个是她明着打算盘 家里面只是让你看到了 你现在就能够 借着大家的情绪 认为说 人家对方看不起我 我是乡下人 也逼迫女方说出这样的话来 难道你没有打算盘吗 你内心没有小小打算盘吗 她内心那个暗算盘打的呀 就是还甩锅给别人 你看大家都这样 人家现在都是二胎嘛 给孩子也讲 你看你们现在周围同学 都有弟弟妹妹 你这也是在打自己算盘 然后呢 家里面也给你压力 因为你的哥哥姐姐 家里面都是两个孩子 我刚听明白了 老家都有这样的习惯风俗 然后呢 你这就是按着打算盘 然后呢笑咪咪的 在玩大男子主义 你要把它当做一个 生二胎的工具的话 我觉得这个婚还是不要付 女方一定要听清楚了 如果她拿你 当生二胎的工具 我觉得这婚是没有必要付的 先爱这个人 先决定为这个女人负责 到那个时候 她觉得该为你生了 双方商量着生就好了 我觉得坦诚很重要 谢谢韩老师 谢谢老师 你们俩之间要说 谁爱谁更多一点啊 可能今天来讲 没有过去那么多了 还有一些 但一定是女方比男方多 你看刚才余老师问你说 不生二胎复不复婚 你在这翻来覆去说了 至少三分钟 说复吧 一点都不坚定 你是把二胎 放在了一个重要的条件上 这女士一直说 哎呀我们这个 爱面子嘛 我爱面子嘛 所以这个怎样怎样 其实你们俩之间 真的是你爱面子 你所谓的说 老板请我吃顿饭 把我当兄弟了 我有了价值感啊 所以她随叫随到 所以我陪着老婆 孩子超市买东西 我把他们扔下 我得去陪我老板娘去 买东西去 这是敬业吗 我不认为是敬业 再敬业的人 也有休息的时候 也有对家庭负责任的时候 你始终把你个人的价值感 放在第一位 你是要成就你自己的面子呀 我从山里来 我得到老板器重 我的收入在增长 我娶了城里人 我生了女儿 住了大房子 今天想复婚了 生个二胎 你更成就了 工资收入也多了 自己还能复首付了 但拜托你想想 你对这个女人的爱在哪里 你不能只提需求 不提情感吧 所以我希望先生三思 我不反对你努力工作 不反对你要独立 不反对一个 从真的乡村走出来 在大城市立足的人 拼搏向上的这个斗志 但是我们要成家 我们要结婚 一定是情感是最基础的 你到底爱她几分 这个女士吧 是嘴上挺厉害的 但真的是个纸老虎 人家一球二球 不用三球 你就什么都答应 我觉得生二胎 真的不着急 你还是要想清楚 你是个务实的人 你是爱面子 所以你找着 这样一个男人 你认为他会给你面子 听你的 因为他是外地人 他会尊重你 不是这样的 夫妻之间永远是平等的 情感上永远是平等的 即便最初你年轻漂亮 经济条件比他好 是本地人 这些在长久的夫妻观众中 都不会再成为优势和砝码 唯一的优势 是我们有多么愿意真心付出 是我们给这个家庭做了多少贡献 如果你真的看重他 想要和他复婚 我也希望你给到他更多的尊重 包括改改自己的脾气 好吗 二胎事放一放吧 先把两个人感情处理好 谢谢 谢谢老师 许总 我觉得问题非常大 第一 你们清楚为什么要重新在一起 女生明明已经不爱男生了 肯定不爱啊 听到她的名字就头皮发麻啊 问到底是你父母重要 还是老公重要 当然是父母重要了 你这阶段 这三年也没有闲着也在找啊 说明其实你从以往的 感情当中已经走出来了 正开始了一个新的未来 为什么突然要夹人纸呢 为了什么 为了女儿 对吗 你的幸福 当然女儿是可以给你很大的满足 但是真正自己的幸福 一定是靠自己去选择 自己走自己应该去选择的路 对不对 曼希儿问你还爱这个男人吗 当然他是你女儿的父亲 女儿希望有父亲的存在 是可以理解并且支持的 但是你需要他作为你的老公 未必吧 还谈什么二胎 你爱上这个男人了吗 没有 同样这个男人也没有爱上这个女人啊 余老师问你的问题 你怎么能够犹豫呢 你是不是就想再要一个孩子 我大胆地揣测一下 为什么想要 因为你后悔这几年五六年 错过了跟女儿相处的这个时间 你希望再重新来一回吧 不好意思 后悔要是没有 如果你真的想重新走一回的话 拜托 拿出你的诚意去追这个女人 所以现在不要谈复婚 就谈你还能不能追到他 你是不是爱他 不要喂孩子 如果是这样 仅仅喂孩子 错了 明白了吗 所以你们俩都应该冷静下来想一想 对面的这个人 值不值得自己重新爱他 有没有信心能够跟对方继续走下去 去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绝不是为孩子 也绝不是为你的私利 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想清楚 你一定要想清楚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可能以前我是那时候为了工作 为了工作也是说 为了给家庭更好的生活条件 那时候可能对你 做一些言 我眼里知道 想的 他们在洗脾 他在洗脾 他在洗脱 洗脱 他在洗脱 洗脱 洗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请关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网友提问说 我们没有在一起之前 男友自己爱玩欠下的贷款 我该帮他还吗 他工资不高才三千 欠了四个贷款软件 每个月大概要还两千 自从我知道他有贷款的半年后 他没有钱还的时候 都会截个图给我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就会转钱给他 有时候呢 房租也是我给他的 他家里很穷 房子都是借钱建的 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你是否该帮他还这个债 但我只知道 如果一个有责任 有担当 真正爱你的男人 他是不忍心 也不舍得让你跟他一起 背他过去的债 帕浙糖喝减醇 感谢君乐宝减醇 灵浙糖酸奶 对本节目的冠名播出 喝减醇酸奶 为爱做减法 谢谢我们的合作机构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当然最应该感谢的是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